那今天呢给花友们看一下花友们寄过来的一些花让我寄养的一些花都活的怎么样了啊首先呢咱们就看一看不好的一些消息吧 呃 这个茉莉呢还行啊还在活着只是部分的一个枝条已经死了啊只有部分的一个很少的一个枝条在活着 只需要时间去缓和啊还需要很多的时间 谈花寄过来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个被我养残废了啊但是这种的话都不影响明年春天他会再度焕发他的生机的这个然后让被我们静觉浇的水有点多了可能是刚刚浇过水 呃杜姜花呢就这样啊长得特别小也不大这个没办法 长得太慢了花有那个也估计那样这个花有寄过来这个毛包皮章呢已经是已经是要挂了的感觉不过呢还没有死透 还没有死透哈快死透了快死透了给他一段时间吧让他慢慢死透一下吧这个真没办法花员近人是听天命了只能好吧要是真能救活了就再说吧因为还不能说那最好的一个就是这个大夜伞了来的时候都从烧火棍了现在已经活了已经活得很哇塞了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我看这个应该能长得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健壮这个是封城之座先放一边吧 呃沙漠玫瑰呢已经要挂了这个是病毒性的呃具体死音不详吧应该是病毒性的因为他来的时候已经软了 现在呢已经快死透了你的话说还能活过来吗只能 只能看他的一个状态了然后我会用一遍杀菌药用一遍杀菌药的话看能过来又过来过来的话真没办法这个是尽人是听天命了也是 那这个就是你们看到的桂花了桂花花肉寄过来的时候我给他洗根换土了现在呢是在一个恢复节的刚刚开过花现在会长一些个小的呃叶子出来好吧然后呢下面就是这些被那个阔鱼还有蚂蚱吃过的那个这个这个 就谈花了谈花也使得差不多了让他缓一段时间再说吧桂花也会很好的慢慢的长的 瑞香不用看了这种很好的就不用看了马上开花了好吧 这花有寄过来的秋枝灰烬一天比一天棒而且长出的叶子一个比一个红一个比一个好看太哇塞了还长了一根草给这个草拔了吧 这个呢就是帝王花竹了帝王花竹虽然说长的慢啊这种的话再有一个多月我估计就能大家能够看到叶子了因为这个地方有破茧而出的一个迹象看到没马上要破茧而出马上就要破茧而出了估计有一个多月就能长出来叶子这东西是长的真慢太慢了 哟哟哟哟哟哟哟我的1800哟哟 你看第2个叶子刚长出来然后呢 这种新叶子旁边正好被我这个粗江草给挡住了这个地方有缴口可能的话老师问我这种缴口怎么来的这就是因为在新叶舒展时期被硬伤就是阻隔的这个活了这个活了 粗江草就是缺光一点办法没有我们这边山东老师阴天我这个棚里面不可能给他一个很充足的一个光度 这个是水晶花族 水晶花族的话呢 反反复复吧 寄过来的时候快死了 现在就活了就活了 又长出来新叶子了 我每回就是刚长得好一点 我给它换个环境 这回咱们就真不换了 等到明年春天长得很哇塞了 赶紧给花肉寄过去 好吧 这话说这几个老叶子 您别急 这几个老叶子我会剪掉 剪掉之后呢 它还会从这个茎上面 支气根出来 这个老根虽然说死了 新根会再下来 叶子会越长越多越来越好 斑兰花马上开花了啊 你看到没 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花苞了 它每回接花苞的时候 很有意思 会接个这种壳出来 到时候开起来很香很香很香的 那最后呢 带大家看一看你们的花 有的话说怎么是我们的 这些个呢 就是明年春天合适了 我都送给你们的 然后在某个视频里面 都会有提前说的 给你们看一看 这两块八的那个八西木 到现在没动静 我估计出不来了 这几个是草莓 好吧 胡尾棒 还有这个脚颈 这边是那个马蹄莲 这个马蹄莲的话会黄叶子的 因为它之前在路上有一定的冻伤 有一定的冻伤 它会黄叶子 好吧 黄完以后呢 它还会明年春天重新长 三乌龟 小乌龟 这个是我们开箱的一个月夜 有很多的小牙子长出来了 你别看现在惨木人主 到时候会 你会看到一个很惊喜的状态的 等到快开花了 明天春天再送给你们 这个是花有寄过来的 这个不送给他们 这个不送 这个不送给你们了 这是花有寄过来的一个 就是寄养过来的一个 在我这边待了一段时间了 我都改天我给它修剪修剪 好了 简单的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今天点个赞 想寄花的话 等明天春天吗 今年还是受不了了 我是老花一 老花最转一 下期再见 回家 拜拜 好了 好了 感谢观看